任何原因走入去中国领事馆申请 比如那个逐期特区护照之类 那些是非常高危的动作 现在就是讲回英国的政坛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就是说 刚刚上位那个侯俊伟 现在无论香港人和英国人都不信他 现在叫他的花名叫西俊伟 大家都知道明白什么意思了 他就是说他第一天 就是前天而已 他一做了财相 那个卓卫斯竟然委任侯俊伟 Jerame Hunt做财相 之前财相那位黑人财相 关浩庭就被卓卫斯炒了以为他找个好一点 谁知道找个更坏一点的侯俊伟 侯俊伟一坐上位就说要不仅仅要剁大幅度剁那些 corporate tax的企业税 就是他剁的税还比关浩庭更强 而且最重要就是说他要求剁英国的国防预算 这个很严重的因为英国国防预算已经是不太够了 平时太平盛势就够了 但是如果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逼近或者甚至开始了 是不够的 他还要剁 所以很令人怀疑他的背景 因为侯俊伟的老婆就是一个叫Gloria Guo的 似乎是姓郭的 但是他的真名中文名都很神秘 现在有人找到很可能是叫国亚历 国亚历 亚洲的亚 他就是来自西安的 他的背景非常不明朗 可能跟中共不知道有什么千丝万缘的关系 而侯俊伟在中国也有很多生意来往 所以他一说要剁英国的国防预算案 Benz Wallace就是国防大臣华历 就暗示就说要辞职 你剁英国的预算案 国防预算案就要辞职 如果华历是辞职 然后卓卫斯整个内阁的成员都会跟风 纷纷辞职 好像Boris Johnson前一阪那样 内阁成员纷纷辞职 卓卫斯就不能不辞职 现在就是这样的环境 这个Jerami Hunt 西伟成 他一上台就被人吵爆 他现在就害怕了 他今天转态 转态就是说 他所有减税的mini budget 减税措施 现在收回 不敢推了 是吧 他 他 不过其实呢 他那个风云都未定的 因为呢 以前我们说过了 英国的那些inflation 就是因为呢 脱欧之后 他们欧洲入来英国的货 就不是那么顺畅 入得不顺畅 又有关税 又有各种繁文育节 那样 货不够 而减税呢 就是 街上的热钱多了 货不够呢 结果就是超级通胀呢 结果就是超级通胀呢 是吧 这个 这样的环境 就是要解决 如果是最根本 虎底抽身的解决方法就是 英国回到欧盟那里 或者是变相回欧盟 用一些某些形式 参加欧洲的政治组织之类 就好像瑞士 瑞士不是欧盟成员 但是实际 它和欧盟的关系呢 其实是等于成员的关系 就是有很多 freedom of movement 各样的关税优惠 又或者好像这个 北爱和苏格兰和欧盟的关系 那现在北爱 其实那些仍然享有 欧盟那些关税同盟的 是吧 那如果脱欧呢 就是不但只是引起公学性通胀 而且是和英格兰和北爱和苏格兰的关系 非常非常紧张 是吧 因为呢 Good Friday Agreement 就是英格兰和北爱签的 那个基础呢 那个前程呢 就是说 北爱和英格兰都在欧盟 就是有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政策 这个是Good Friday Agreement 就是说 北爱和英格兰呢 是放下这么多年的争执和仇恨 就是靠这个Good Friday Agreement 这个基础呢 其实就是要大家在欧盟 有共同进退 但是现在 如果英格兰退出了欧盟呢 其实是令到北爱和苏格兰呢 脱离联合王国的机会更加大的 这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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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特别是苏格兰独立了呢 那 那么英格呢 就什么呢 就变成是没有了那些北海油田那里 那里更糟了 现在能源危机 没有了北海油田 而英格兰不知怎样算好 是吧 所以这个归根究底 都要回到EU 这个马天虚都说过的 是吧 而那个 英国那些 财政discipline 又未能够 这个97之前的 港英政府那样 量入为出 是吧 而英国也都 一早不是工业国了 就 所以就是 他 如果他减税的话 那些钱 由哪里来呢 那些减税要政府出银河包 是吧 他又没有好像德国那样 有自己的风力发电 又有自己的汽车产业 又好像法国那样 有一些 法国意大利那些有奢侈品的产业 是吧 英国就一早 已经不是工业国了 不是好像维多利亚时代 那时候是工业国那样 是吧 那些就 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 所以现在的环境就是这样 是吧 那个 所以现在很明显 卓慧斯 和这个 哪个 Jerame Hunt 西俊卫都没有办法搞得到 那么 他两个呢 看样子都是不行 所以现在 保守党里面呢 就是反对声音 就个个妈妈声要是移除 处理掉 移除了这两个人 是吧 本来我们是支持他 但是见他现在完全不行 越做越坏 是吧 进退失举 现在呢 就是说要找谁代替他了 是吧 有些保守党的MP就说想推 所以 船拉 就是 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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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好得最了 西俊卫了 distlement 是吧 我们记得 以前讲过 新卫城的外府 就是 那个 装置之民的大企业家 在中国那里 他们有很多分行 有很多 이건 全 tells コ材 新卫城经常有很多亲中言论 譬如撑华维之类 他完全不行 这些司令 所以這個還有點呢 所以現在找誰好呢 其實要是找Boris Johnson做 Boris Johnson有時是蠻愚蠢的 但他至少是做到事的 他說要搞脫勾 雖然我們不贊成脫勾 但他真的做得到 BLVisa也是他任內通過的 他說處理烏克蘭戰爭也夠硬 他做到事的 不過他有時衰旱居 譬如這個瘟疫高峰期間 他要搞派對 總之要搞兩次就被人抓到說病 是吧 有任用那些有性騷擾有前科的國員 這些是 但其實他的辦事能力是OK的 減國防預算 新委Jerame Hunt 他一上台就露出中國尾巴了 他那個 即是說你現在 如果一旦大戰發生的話 比如中國襲擊英國 或者俄羅斯襲擊英國 那些英國夠不夠彈藥呢 夠不夠導彈呢 就算那些導彈和火藥 是不是可以有效率的火車系統 可以源源不絕 迅速運到前線呢 現在很難說 你還要cut budget 是吧 很不可以 這些 還有Jerame Hunt的老婆 我們也是帶到其他NP的任務 中國老婆的問題 比如這個 又是太陽報報道爆料 另外不只是保守黨 Jerame Hunt 有中國女婿之稱 原來呢 工黨都有中國女婿 工黨呢 有個NP叫做 就是他爵士 Sir Mark Hendrick 他老婆呢 叫做 Yu Yan Lan Yu Yan Lan 就是這個 Mark Hendrick 就是63歲 那他老婆呢 就40歲 是吧 那他老婆呢 現在就可以是 無限制地進去國會那裡 而他這個老婆呢 這個Yu Yan Lan 就是這個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Confucius Institute 孔子學院的副院長 那 那就是 他們結婚 就是超過十幾年了 那 那 而有九年呢 就在一個倫敦的孔子學院做的 就是他老婆 那 這個 Mark Hendrick呢 就是 英國國會 其中一個 最 親中的議員 那 他又是支持華為 是吧 又去 那 他 2012年呢 又跟那個 中國外宣部 統戰部那些 頭一起拍照 攬頭攬頸 是吧 那些 孔子學院又讚他 好人 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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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料到 是吧 那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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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都沒有申報 沒有向國會申報他老婆的身份 但是他就認了 收了那個 那個 孔子學院 倫敦 孔子學院 六千磅 那 這個他自己認的 不是屈他 那 所以呢 就是說 都有 英國是有英姦的 中國的美人計呢 就是 一直用了幾千年 中共就特別用得厲害 特別用得厲害 特別用得厲害 好像那個什麼鄧文革 那樣 搞到梅鐸幾乎加破人亡 梅鐸的原名叫鄧文革 不是梅鐸 梅鐸的前妻鄧文迪 鄧文迪呢 這個梅鐸的前妻 搞到梅鐸幾乎妻離子散 就是他原本的名叫鄧文革 你一聽他的名字就知道什麼了 是吧 就是江青 那些托世那些 那他 他不僅僅搞梅鐸 那時候梅鐸還沒離婚 就去搞貝里瓦 英國工黨首相 貝里瓦又有這個婚外情 那 所以他根本是執行黨的任務 是吧 那所謂美人計呢 這個名詞都有爭議 是不是美人呢 是吧 你看看鄧文迪這些 真是不與自平 是吧 有些人說 是不是經驗 又是驚嚇 是吧 要想要了 不過呢 西方男人看東方女人的眼光 跟我們看東方女人的眼光 是有些不同的 是吧 他們那些吃得很偏的 是吧 相當重口味 是吧 這樣 好了 所以呢 其實呢 如果英國有英間 希望英國的MI5、MI6 等會說到 英國另外一個情報機關 叫政府傳訊和中心 希望他們調查那些有中國connection 特別有中國老婆的MP和高級政府官員 這些就不是叫做racial discrimination 這些不是種族歧視 而是根據中國的intelligence law 這個情報法呢 所有中國公民和所有中國的企業都是責任協助國家搜集情報的 是吧 所以這些中國是用這個人海戰術 是吧 業餘間諜 所以 所以呢 就是 You cannot be too careful 一定要小心使得萬年船 是吧 那個是什麼 現在就是 現在就要 抓走卓韋獅和喀晋偉 這一個 如果要推倒卓韋斯和喀晋偉 很看香港人的 要是找董勤达这些军佬 要是刚才说的华丽氏 他本身也是军佬 对华政策强硬 要是找华丽氏 要是找彭帕玲 再不是就找莫佩林 Penny Mordaunt 莫佩林也是海军出身的 有海军背景的 不过现在就有些人就说 找新伟成和莫佩林 一起去对垃卓卫斯和牛俊伟 要是就不要新伟成 莫佩林本身是OK的 就是这样